您可以用自然的材料去帮助孩子了解模式 您可以把物件依重复的模式放在孩子的面前 例如棍子、树叶、棍子、树叶、棍子 然后您可以问下一个是什么 孩子就可以放一片树叶 您可以试着用不同的物件 例如树叶、石头、树叶、石头、树叶 或是石头、棍子、石头、棍子 学习有关的模式可以帮助孩子发展他们预测的能力 試习有关的模式打章